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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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家長寫了一個寫寫信息給我 下午我同意學校給我的女兒吃25mg的Ritalin Ritalin 我很記得的 那張紙還在 我還在記住 那小女孩不肯吃 她一回來 她說我不吃 我說不吃? 不吃就很糟糕 她說我是不吃的 然後就用椅子扔過來 你知道我都練過一下 吃過東西 逐一扔過來 我馬上說肥的 給得很快 想想想不對勁 始終都會不中父居 有一次真的不中父居 又有故事說 我跟她說 如果你是這樣 我說不如這樣 你有沒有玩過吃鬼? 吃鬼?Patman 我知道她很喜歡玩Patman 因為她是一個自米製作的小孩子 她很喜歡一些重複的東西 因為Patman是重複的 你完了又再來 完了又再來 然後她說很喜歡 然後我就說這樣就好了 我說如果我們玩Patman遊戲 現在我就是鬼 我就追著你了 然後你去到下務處那裡 那裡有一顆大力丸 你要吃掉它 你就可以追回我了 然後我就假裝追它 在那裡跑 然後她又跑了 兩個好像傻 傻傻傻傻在那裡跑 但是其實我是一個策略來的 因為我是這樣才可以推到它動 那我就追著它 假裝追 然後她就假裝飽下去 然後她下去吃了那顆大力丸 然後她就 Yeah! 然後就追回我 衝回來追著我 那我就真的很開心在那裡跑 每天都在那裡跑 所以我很聰明的 每天都在那裡跑 那這些是一些學校裡面 特殊教需要的 我的血與淚 那剛才說到就說 她不中婦居的 那些人真的很好笑 我有一次我就 就是我們當席 我們叫on duty 我當席的時間 可能是早上或者是小息 那我就小息的時間 下去看看 那就是下去自己課室 就是所謂自己課室 就是自己一班 譬如我們是四師班 那我下去看看 看看大家要做什麼 一下去 哇 什麼事 然後見到那個女生拿著一枝掃把 拿著一枝掃把 追著那個老師來打 那我追著那個老師來打 那我就立刻衝過去 第一時間站在面前 那我已經捱了一棍了 就是一個人拍過來 那就是一個上團黨 咦咦咦咦 吃了她一棍的了 那我就 然後我說什麼事 那她見到那個女生哭 那個女生真的哭了 那我就知道這件事情有得解決了 因為她哭了 她真的有羞愧心 她覺得打錯了人 那我說你 但是她還是拿著一枝棍的 就是那個人都震了 你知道過度的藥症 他們其實就是那個腦的 Nimbulance裡面 少了一些元素 那是一個病症來的 她的腦的結構跟我們不同 就是跟我們不是絕對相同的 那她拿著一枝棍在那裡震 生氣到震 那接著那個老師跟我說 你這樣也能忍她的 你罵她嘛 然後我說你先冷靜點 我跟那個老師說你先冷靜點 你不要罵她 然後我跟她說你做什麼事 她說你說你告訴我啊 那她說你 那你就用棍打她嗎 那不是很妥 那接著她就哭到眼淚滴在地上 但是她還是拿著一枝棍的 那我過去給她紙巾 她說不要哭了 我說不打都打了 那你現在打了我 那你都說一聲對不起就算了 那將來就不好了 那接著那個老師真的放下滾了 放了在地上 那我就說她就對了 我說OK了 這件事就解決了 那在這個時間 後面 就是我站在那個老師前面 就是擋了擋了擋架 那樣的 那老師說 你看看你自己 人家都不像你那樣的 接著一罵 那那小妹就拿著一枝棍了 那我就立刻有所防範 我最多吃多你一棍而已 我想最多是一棍打過來而已 就是你都防禦的動作 然後她說不要不要不要 接著誰知道那小妹不是 她是扔標槍 她一枝棍飛了去後面 飛過了我 飛過了我的老師 扔了後面的領袖 那就是大件事了 因為已經涉及了一個 主要派對 那我就立刻就這樣 啊Bissy 你不要再罵她了 她說你這樣也會引她的 你怎麼做老師的 你這樣也會引她的 我不是引她的 她有個需要 即她雖然是 真的可能在這一刻是很暴淚 我們一定是看到她那個暴淚的情況 但是你不知道她心裡邊的憤怒 是來自哪裡 她說你怎麼教書 你講你都不會講的 我說不需要這樣的 不需要這樣的 你大人大姐 不需要跟她勞氣啊 那結果呢 就要打電話 給那個小孩的家長先 因為我整件事告訴她 其實很簡單 那個小孩發脾氣 她就扔子棍 她的目標是我的 不過就扔不中 扔掉了我兒子 那兒子就說 那個家長跟我說 那都可以的了 那小孩會不會受傷 那接著又要打電話 給那個小孩的家長 然後又要打電話 給那個 給那個 另外 那些受影響的附近的小孩的家長 有件事發生了 怕他們回去 將傳譯了另外一個畫面出來 那很多這些事情發生的 在學校裡面 那些個案 有些感嘆 第一就是 可能有些老師 本身就是我們教人 譬如你喜歡吃咖哩牛腩 我喜歡吃這個清湯腩 就是每個人是不同的 就是它有不同的 是應該你花多一些愛心去思考 可能有些人不是為了方便她 是不是都罵就算了 罰她就算了 說本身不用罰 就是因為罰和罵 未必代表她有效 總之我不管 第二個心態就是 除了方便之外 弄權 絕對是 對 說得好 就是外有權力 沒錯 我很喜歡你說弄權這句說話 他覺得老師有一個authority 其實 但是其實 以諷以錄 民之民高 下民而若 上天含棄 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份人工 都是他們家長的努力 工作 然後我們才有 可能教小學有七萬元 教中學可能多些 八萬元 九萬元 每個月 那我的心態就是 我很認同 康正你說的就是 那個農權的心態 那個power 就是她覺得 我有一點點權力 我有雞毛這麼多的權力 我就要 overwrite 你所有的事情 那之前我也講過 在我的節目也講過 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說 有個小孩 他都是特殊教育需要的 那 那 那些老師 其實我們 變成 我們真正關心學生的老師 是很難生存的 那那個小孩 他是過度匯約症的 那就摸 別的女生的下體 那 讓我和另外一個miss 一起見到 我們就叫了出來 我說你自己看看 整個操場 有沒有人像你這樣玩的 那 跟著她說沒有 我說 那你有些問題 我說 不是我們說你有問題 那 好了 我們正常做法 第一時間 聯絡回女性的家長 因為說 我們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 我們及時制止了 那 也都處理著的 那個家長 給我的反應就是說 李Sir 你可以跟著 你和miss方 我們信得過 那我為什麼不是所有老師都信得過呢 那我說 好 OK 那家長我去處理 那當晚八點鐘 我當時在香港仔華府村保育小學 這間學校 今年 好像過 明年都殺校的了 那 因為他做得太差 就是照顧學生 其實這個是因果 你對學生差 學家長是會知道的 那這個我之後才說 那當晚八點鐘 我和我媽媽一起吃紅衫魚的時候 因為我住 那時候我住在 也不怕說 我住在一個黃大仙區 那我要上班的 就是七點鐘要去到香港仔 那我就搬了過去田灣 就是一個地方叫田灣 在那裡住 那我搬到那裡住 那我逢星星期五 我都會回去陪媽媽的 那我吃下八點多鐘 就是晚上 在夾著一條紅衫魚 那電話響起了 校長打電話來 李Sir 你現在回來了 我說回來做什麼事 回來再說 我說不要緊 晚上 你先回來 然後一回去 一個校長 另外一個叫梅潔玲 兩件事坐在那裡 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認為 這件事是不需要通知我們的 我不是 沒有通知你 我先聯絡家長 那家長說沒問題 那我禮拜一 那我就不找回你們 家長說有問題 我當然要找你們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對校遇有多大影響 然後我說 沒有影響 家長已經覺得沒問題了 我們正在教育小孩 但是我進去的時間 那個老師 已經出了照片 挺漂亮的 在那裡哭了 哭得肥子肥子 因為她已經被那兩個人渣 就是敗類 教育界的無恥之徒 我們所謂的國事無恥 就是這些人 你知道嗎 你們影響校遇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我問為什麼影響校遇 我們處理好了 你應該先跟我們合作 你知不知道 那個女孩子的家長 在家教會 那更加要跟她說 那更加需要跟她說 因為如果 如果我們不跟她說 你先跟我們合作 好 我現在馬上給你一個警告 給我口頭警告 她說 她說 但是我也沒有哭 我也沒有害怕 她說 那你也要有原因 你也有ground 即是龍拳 你說要龍拳 你也要有ground 你也要說 你不跟程序 對 你有沒有找到訓導組 你有沒有上報 你沒有 所以我就馬上給我口頭警告你 我問 這樣也可以 那兒子 我一定會處理的 這樣 這樣 另外涉及 你說龍拳 另外去一個效遇的問題 校遇是一個虛名實切 是假的 校遇這件事 為什麼呢 其實校遇就是凡滿 越多 所謂這些情況 它們爆發了出來 其實你盡快去 就是跟正程序處理 找家長 跟我小孩子聊一下 就是解開她的心結 那這個就是真正的跟進 但是現在學校正在做的做法就是 我們跟走一些 三層結構 校管條例 那些什麼 什麼高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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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 FY 什麼 就是這些程序 學校就變成一個機器 一個機器去運作 所謂的機器 其實結果就是運作到 現在去到九月 都未 十月頭 你跳了多少個下來 是不是 所謂的 校遇 就是龍拳之下的產物 到最後講到尾 都是老師的飯碗 老師想保住飯碗 我想要多些學生 那這個校遇 我們就要省令招牌精相 但是你既然 你既然收得這麼多 譬如說我已經搞的時候 有一份資料 收得有一半 我那裡已經有一半的人 是有我們叫EP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的報告 我每一份都會看 每一個情況都不同的 既然你收得這些 為什麼你是何苦 就是不面對眼前當下的問題 而走去弄拳 而所謂的校遇 這麼虛無虛無的事情呢 這樣 那我想問一下 現在你過來英國 很多香港的朋友 都為了他的子女下一代 就來英國 打算在英國有好一點的教育 以你的親身接觸 剛才你說了很多香港教育界問題 剛才其實都是一些制度的惡性循環 令到不弄拳的 都變成要弄拳等等 你覺得兩邊的教育制度 其實有什麼的分別 天淵之別 天淵之別 可以說我自己本身 我看回 那時候玉敏罵一些官 他就說你兒子在哪裡讀書 你兒子在英國讀書 然後你就行國民教育 你兒子在國際學校讀書 然後你就搞TSA 就是他問來問去的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真的是很關鍵 那我的兒子 當時我教的那一間 那我就把兒子放在自己教的那一間 因為我覺得 have a taste of my own medicine 就是我自己 既然我做得出的 我兒子都應該接受得到的 就是我不會做一些很差的事情 我相信是這樣 但是結果不是 來到英國我發覺 最大的分別就是功課 功課上面 以前我一進到課室 其實因為我有進度要跟 我有一個行為工作要跟 所以我們每一班之間 其實我們每個老師都勾心鬥角 就是 喂你不要這麼快 喂你不要這麼慢 你慢我就要睹你 你快我就會睹你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跟同一個進度去減 而那個進度就是說 譬如我今天 我已經英文 我已經給了兩項功課 第一 要做二至三項 第二 大家寫Permanent Dictation 寫兩次 兩樣 還要第三 還要Revision Dictation 我明天就和你試脈 每天英文有三項功課 你的中英數試音看 這麼多課 每天你已經有一兩項 已經搞到我兒子 當時我自己本身教學 我兒子都要去補習社的 你想想 能醫不能治醫 有這個情況 之前你講的 傳統授業計劃 良醫之子 多死於病 有這樣的說話 為什麼呢 因為老師的兒子 都要給別人去跟功課 我發覺那些功課 真的多得很厲害 其實多不是問題 有沒有效才是問題 香港其實我進入課室 第一樣就是 我自己最關心的就是功課 因為如果我不能夠完成功課 所謂完成功課就是 我給了出來 改完之後 還有一件事叫做查寶 查寶是一個考跡 也是一個弄權的位置 所以很多老師 都想盡快做科主任 可以去查寶 因為一查寶的時間 他們就會貼一張紙在你上面 哎呀 為什麼你不懂得改正 為什麼你這裡看錯了 但是通常老師 做得老師的 英文都不會好 這是事實來的 那 我之後再講很長的 隨便等 有些故事講 那我先講回 這個話題 英國和香港的教育制度的分別 那英國呢 我兒子來到這裡 其實只有一個快樂 他很快已經適應了 那些同學以為他在 就是以為他在英國第二個地方來的 那因為他本身的英文很好的 那最大的分別是功課 還有就是所謂教育呢 其實老師的位置是很關鍵的 如果老師他在一個 我請給他學會 對 他的講解 不用備了 GOO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